我們的那個手錶跟好伴的時鐘對不太期待 對 好 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差不多幾點之後 我們是七點開始 那我們就還是一樣 就先開始我們今天的哲學星期五 今天看起來應該就是有生面孔吧 是不是有看起來很像是第一次來哲學星期五的 舉手 有嗎 真的有 因為看起來都是那個生面孔 那你們一定不知道哲五平常在幹嘛 所以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哲五平常都在幹嘛 所以因為哲學星期五就是 顧名之一他都說是星期五了 所以一定都是在每個禮拜五 每個星期五 那我們每個星期五晚上就會在好辦這個地方 然後挑選不一樣的議題 每個禮拜會找不同樣的 不同議題想要研究這個議題 然後或者是有特別想要跟大家一起來談的這些人 那我們就會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開始談起今天我們所要講的 那我們每個禮拜的議題它都不一樣 那每個禮拜來的人也都不一樣 所以來參與的人每個禮拜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都要介紹一下 為什麼哲五要在這邊 你看一下像我們也提到的 就是像我們這陣子很多的食安的問題 從不管是從油還是到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都有問題 什麼組合肉啊 肉又加了什麼東西又添加了什麼 那這方面我們就希望說 可以用這樣子一個平台一起來討論說 我們現在吃的東西到底健不健康 或者是這些東西的問題出在哪裡 那因為像這種事情 我們可能過去都沒有辦法 像在這種這樣子的場域當中 開始讓市民們來對話 讓各個不同專業領域的人 針對同一個議題來做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說這五每個禮拜都在進行這樣子的活動 你來前面都可以做 所以我們不論說每個禮拜 我們不論人多或者是人少 我們都照樣地會去談論這樣這個議題 然後我們好好地把它做好 那我們也有網路的直播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透過網路的直播 如果他下班的時候來復集 或者是比較遠 他就會透過網路直播來收看 然後他可以在網路上也可以提出問題 因為我們待會最後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有QA的時間 所以網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提出問題 那哲武他是在法國 他在1930年代在法國開始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就是每個禮拜五 然後有個哲學家 他就找一群他的朋友到他家 然後一直在聊天 然後也就是亂 就是像我們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是哲學家 就是一直在亂聊 那2011年開始在台北 哲學星期五第一場在台北的世大夜市 然後開始一群人就在路邊 就大聲工這樣開始聊天聊聊 聊到現在台灣很多個地方都有哲武這樣子的活動 那像是台中 因為我們也逐漸的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因為如果大家有在關係哲武有了解哲武的話 其實會發現說台中跟台北 甚至跟台南高雄他們的運作的方式 以及所選擇的議題其實都不太一樣 台中其實挑選了非常多的在地的議題 然後讓很多在地的團體開始藉由這個平台 開始去談論說他們對於這個城市的想像 或者是說他們想要台中變成什麼樣子 那其實這個很有趣喔 我們這樣子從今年年初一月中的時候 開始在就是台中開始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一群人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停止過嘛對不對 我們都好像到現在還沒有 因為什麼事情而休息過 對應該沒有 除了過年的時候休息一個禮拜 那我們就發現說其實大家一直覺得說 台中這個地方好像是一個不太有聲音的地方 然後大家就過著想去新的生活啊 反正怎麼樣都隨便啊 可是好像也不是這樣子 我們每個禮拜晚上都在這裡發現了很多那個 哲武最喜歡講一句話就是孤單的靈魂 那我們就發現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開始去找到他的同伴 或者是無論是農業的議題 或者是勞工的問題 甚至是冤案的問題 甚至是司法人權的問題 很多人在這裡開始找到他的同伴 然後開始去想要對這些議題 不管是他要去做 或者是開始去發想說 我們應該想要怎麼樣對待這個城市 或者是這些 或者是怎麼樣去看待台灣現在目前 遇到的這些社會問題 應該怎麼樣的去解決 那哲武為什麼有辦法一直運作的 每個禮拜這樣子很安然的運作 因為其實他就是靠著一群自公 因為我們都無幾職嘛 我們都沒有理薪水啦 可是每個禮拜大家是利用就是客語的時間 然後上班的時間 上班的時間可以嗎 好 上班的時間 然後把不管是做海報 或者是想個案 然後把所有的工作來完成 然後每個禮拜五晚上呈現出 每個禮拜五不一樣的哲學星期五在台中 所以 哲武的運作系統很好玩 他都 他就是一套自公 可是獎者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都沒有發給他們那個獎者的費用 就是沒有獎證費 可是如果說有些獎者 他可能從台北成高雄 從別的地方來交人的話 我們希望說可以補貼他們一點小小的交通費 所以我們都會準備這個易住箱 咦裡面有100塊 不知道為什麼已經有100塊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我們都會準備易住箱 如果說大家有餘力的話就可以給我們添真一點香油錢 讓我們可以繼續的持續的運作下去啦 所以說 好 其實哲武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 他會自我介紹 大家知道嗎 第一次來的人知道哲武要自我介紹嗎 那我們等一下就從那個第一次來的人 開始自我介紹 為什麼要自我介紹 就是我們希望哲武他絕對不只是由講者來闡述他的理念 或者是他的做法 我們希望說在這個地方 其實大家是有辦法來溝通的 我們希望的是以群眾為主體 以來參加的人你就算只是來聽 可是你也能表達你的意見 你不只是來聽了 那你跟今天的講者也許他好像他的專業 可是你也有你的專業 你也有你的角度來針對同一個議題 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你可以談談說為什麼要來參加哲武 那你怎麼會知道哲武 還是說是為了這個議題而來的 或者是為了今天這個單位而來 我們都希望說可以在這個自我介紹過程當中 可以聽到說也可以插出一點火花 讓今天要來跟我們分享的這些講者 他有原來還有不一樣的像我們剛剛講的 會不會匯聚其其他的孤單的靈魂 可是事實上我們平常自我介紹都只有10秒鐘 可是我們今天應該可以久一點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邊開始 應該可以久一點 講個一分鐘應該沒有問題 對就是介紹說 你是什麼名字那你在哪邊 大家夥伴晚安 我姓陳 因為哲武的話有聽過 然後一直沒有機會來 然後今天剛好原本要去彰化 去看一個紀錄片 那個太陽不遠 然後認識那個淑慧啦 有認識她 他說我今天有一個活動 趕快上網去看 結果是大安西沿線的部落那個青菜 青青菜菜菜菜 因為這個 我現在比較不常看其他的電台 他們比較喜歡看原住民電台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對部落還有一些 可能一般生態繁忙的議題的話 我滿有興趣的 本身我是做資訊的 算告一段落啦 算退休贏一筆錢趕快逃 當作創業基金 今天當然有很多興趣的話 都去讓自己放開去追尋 很高興今天來到這裡 也希望說能夠獲得一些啟示 然後也接交一些好朋友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耿伊 然後我是今天路過的 對路過的 那摺五的話 是我原本是只有在台北參加過 那 如果說禮拜晚上有關 我是台中人 台中南區人 然後如果說禮拜晚上有空的話 我會過來這邊 然後 聽一下就是 每週不同的主題 對 然後跟一些長輩 或是大家跟大姐 或是我朋友聊天 然後我們想群馬一下 摺五就是這樣的地方 對 然後 然後 我自己的話 是在 就是在台北念書 長輩大學念書 大學生 然後 一堂 偶爾會回 來尾台中一下 對 然後現在在 正在 隔壁一個空間裡面 就是做大姐 這樣 好 好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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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雲霈 那 我是對這個題目很感興趣 那 最近有在灑一些菜子 然後想說 對這個揚座有些認識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叫思雲 是不是上班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舒淇 然後我是高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對 因為他已經連續三週都有同學來 然後 因為 系上的老師就是 很推薦的哲乎這個 這個 然後所以 剛好就聽到 今天就是 有空的時間就來 對 不過他之前都說了 他之前來的 怎麼開始都說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雲霆 然後 我也是 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的 那今天來 也是因為老師叫你們來 對不對 那對今天這樣 也是有一部分的原因 但是 也是因為這個議題 為什麼 為什麼 之前有聽過哲乎嗎 之前沒有 之前沒有 可是因為你們這一週知道這個議題 所以特別想要來聽 對 所以之後 之前 前面兩週議題 你們都沒什麼興趣 不是 前面兩週沒空來 好 大學生其實很忙 你不要看大學生這樣 大學生真的很忙 謝謝 大家好 剛剛我們是那個 看我們主的那個辦公室 然後其實我覺得 有一些 就是有點 興趣 現在來這 我覺得來這 我們三次了 然後 就是 其實我是想要了解 就是在那個 因為有些商店 他們對於 就是 就是 採電一部分 就是要了解 這些部分而已 對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想要來這邊 就來這邊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我是敏魚 然後 現在是 上班族 才上班 一個禮拜 對 然後我是那個 德法院之前的實習生 對 然後我之前實習的內容 就是 在弄這些蔬菜 對 然後就是 剛好今天 其實沒有要來 只是 問那個 考研他說 要等兩三個小時 我沒有想到 好像剛剛有在這裡 要給你講 就 就來了 其實不太敢來 要來欠他們報告 你就 謝謝 好 你們學會現在還有欠實習生嗎 我們等一下可以招募一下 好 大家好 感覺非常 那個 你們有非常好的實習生 好 大家好 我是楊總理 然後我是哲武 在台中的策劃人 那 今天我們 這個 人比較少一點 剛好就非常符合 我們哲武一開始的精神 剛前面 主持人 開場的主持人沒有介紹 家用沒有介紹 我們哲武在台北一開始的時候 比今天人還少 好 第一 我們哲武在台北的第一場 大概 今天的 就是只有前面這幾位 對 哲武的第一場 大概不會超過五個人 這樣子 那 人很少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說剛好回到我們哲武核心的經驗 我們越少人 討論的可以越深刻 然後可以大家多發言 那你不要害怕 因為我們人到了這邊其實就是要鼓勵大家 多談談自己對於這個議題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其實尤其最近不管是食安的問題 或者是說 其實我自己會更關心比較核心就是說 我們再回到我們每個人的土地上 不管你是原住民 不管你是哪一組的人 可是我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我們怎麼跟這塊土地一起相處 那 回到農業是一個最根本的一個環節 那我們怎麼從農業來開始來思考說 我們 我們到底怎麼去看待我們生活的這一片土地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今天很核心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精神 那 待會大家如果說 你聽完前面的講者分享 你有特別的想法 我想說大家是可以待會多一點的討論 多一點的問題 不要害怕說 好 我這個問題我很笨 沒有 哲學心情我沒有笨的問題 哲學心情我只有 把問題問清楚 把事情辯論清楚 這就是我們最核心的一個精神 好 來 來 那個我們 好伴的 大家好 我是家園 然後 現在在 跟夥伴一起見證 對 然後 就是 大安田沿線部落的 就那個 馬文之前 其實 我們在開好伴之前是 就 曾經是一個參訪的點 就我們 就到部落廚房 就打開部落廚房 然後去 就是參觀 然後廚房 所以 那時候上次來的時候 就覺得 很有一種 就是 就是 很心裡很恐怕的感覺 就是 當初去的時候 就還有好伴 然後 其實 其實 好伴的原型跟 部落廚房 是有一點點 類似的動作 然後如果想要做的事情 是 是人這種情況 所以今天就 還是能夠 其實 再給到 你們的分享 不要哭 不要哭 好 那 淑貴的 幫一個活動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我們台中有一個 我們也有紀錄片影展 從明天開始展開 然後在那個東海書院 然後去咖啡 還有新手書店 都有嘗試這樣子 然後也有剛剛這位 指針大哥很想看的 《太陽不遠》這一部 它是 我記得《太陽不遠》 好像是下個星期的 閉幕前一部 閉幕片前一部 像個星期間 然後請各位 上網搜尋 我們也有紀錄片影展 嘿 就可以看到這個 紀錄片影展的訊息 謝謝 剛好耶 剛好 來 最後介紹 我們還有志工 我還有躲過 大家好 我是剛剛 我是九五的志工 那我詞沒有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也沒有什麼 我都可以宣傳 所以我只要講一下這個 等一下我會傳一個單子過去 如果說大家以後有意願想要收到 哲五其他的活動的資訊的話 我們都有做電子報 每週寄送 所以大家可以留下你們的 可以聯絡到你的email 在上面 那我們就會每週寄送這樣 那如果說你之前已經寫過的話 就可以跳過 沒有關係 因為每一次批到你就覺得好累喔 呵呵 謝謝大家 我們一定要戳破Hana 因為他說他沒有做什麼 其實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 都會有一個摘要 都會有一個摘要 就是記錄說每個禮拜 我們那一週的哲五談了什麼東西 然後其實他非常的累 因為他可能在一邊聽的過程當中 他會一直把重點記下來 其實我覺得那是最累的工作 所以我們都是重點 我們跳比較輕鬆的 就是在這裡講一些廢話這樣 所以應該請大家給我們志工一個掌聲好不好 好 因為其實那也是 是非常的疲累的 因為大家平常都還要工作 然後要上課這樣子 好 換妳了 大家好 我叫欣妮 我是進一大學 然後是一個學生 因為今天滿高的來 然後是那個 在讀那個讀心法的時候 兩個小賽看兩邊 所以還是來了 好 那個換業的來啦 換業的來自我介紹一下 快點 那個我們全 全台中的地下市長 不是 來 開麥克風嗎 好 好 各位好 我是換個顧問的 你就罰我 其實還有亂講 他 他一定要幫他介紹一下 他會做一件事情 他不騎機車他也不開車 他只有兩種交通工具 一種是公車 一種是11號公車 他就只靠這兩種東西 可是他走遍了 整個全大台中 然後他 他都帶著他的相機 然後四處亂拍 然後就 突然哪一天 他就跟你講說 這裡有哪一棵樹 被砍掉了 這裡有哪一棟老房子 被剷平了 那其實他 所以我才是形成說 他是地下市長 那可能比胡志強 更了解 台中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變 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不過他很害羞 他每個禮拜都會在外面 就是顧門這樣子 好 特別要介紹他一下 大家好 我是姓龍 我也是 哲伍指導師 好 下一位 下一位 對啊 很乾淨 沒有 就是你 就是你 嗨 我是陳偉庭 就這樣嗎 陳偉庭 陳偉庭 是陳偉庭 然後我們這邊 大家好 我叫張思偉 那我也是跟部落的大家 一起來 這樣子 我是瑞芳 我也是 我很協會 目前也是在負責 跟清清菜菜有關係 的一個行銷 跟一個推廣 除了今天 講者嘛 沒關係我每次我介紹一下 對 大家好 我叫劍智 我是講者這樣 我有師部落那邊來的 然後請去參賽 等一下我們就請你參賽 做一些分享一下 你們也有招募一下 那個實習者嗎 實習者 嚴格上我站了一個做的 沒有什麼 那其實我拿到外面 幫我滿想唱歌的 算了 唱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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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聽嗎 要 有 沒有那種朋友 不喜歡唱 不播 這樣唱得不好 就會練直播 會不會 好 先做歌歌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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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照片的 然後我的母語名字叫阿亞孟 然後我也是今天的 今天其實是因為長官說要來的 因為大家好像很多有眼睛 不然我應該是去買票的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其實到現在還是有點緊張 我姓蘇 我叫蘇文賢的大叫小孩就好 然後其實我在廚房 我自己本身學社工 那我在廚房 在部落廚房其實我很常常有外面客人來 我今天很經常跟大家一起講兩話 可是這個場合我會有點擔心 所以會有點潔發 而且等一下開口好像又是我 我們通常在做 我等一下是負責那個協會簡潔的部分 那基本上以前在廚房的時候就是 就是我們老大就是建設會來介紹 然後今天是我開場 所以等一下如果講不好啊 會幫我補充 好 謝謝 好 那應該都是我介紹完 對不對 好 應該就放過 因為他等一下就可以做介紹了 我是佳優 然後我也是哲務的志工 然後現在就是在NGO工作 然後其實我對 不管就是這個議題可能沒有很深刻的了解 不過我現在目前做的一些有關於就是環境的議題的工作 所以覺得說有時候真的是我們思維的問題 就像前陣子遇到一個 一棵樹它長在人情道上 那它造成整個人情道都破掉了 整個人情道因為它根都浮起來 所以它人情道整個都裂掉 然後就有人去檢舉 那憲政府就來了 他說好啊 那我們就把樹砍掉吧 可是我們就是這個思維很奇怪嘛 法律人就會講求邏輯嘛 那人情道壞的你不是應該先修人情道嗎 可是他一下子就跳到最後面的時候 沒關係 我們先把樹砍掉再來修人情道 就覺得這到底是為了什麼啊 我想要說的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怎麼樣開始去學著跟土地跟環境去共存一起生活 不然我們每次吃的雞蛋布丁裡面沒有雞蛋 我們吃的麵包裡面 你看一下那個成分 哇 這是麵包還是化學物品 那確認有點吃的時候也有點怕怕的 也是不吃 又被人家餵成了說好像經常都要吃這些東西 那真的我們就開始在思考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跟人的生活 是應該要去適應回到原本我們 人跟環境那樣子共存的方式 還是說我們一直在去打造一些我們自己去化學也好 或者是一些特技 一些特技弄出來的奇奇怪怪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覺得也許可以在今天的講者或者是今天的議題裡面 我覺得也許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怎麼樣開始去跟自然跟環境學的一起生活 而不只是以人為中心而已 是怎麼樣去跟周遭的環境開始進行 你看 我們來自我介紹一下 自我介紹 拍照 我剛剛在現場看我有一個建築者的數字 唉唷 來來來來來 沒關係 等一下 我介紹 我也住在大安西沿線 所以很有興趣 大安西沿線 很多地區 我覺得有意思 因為會把這條溪的流云拿出來講 我表示他有一個宏觀的想法 去想到大安西 對 因為我們住在大甲 剛好被大甲西和大安西包圍 所以對我來講是一個滿自豪的一件事情 對 那我也是兩溪流予的 因為我覺得 就覺得 覺得很開心 應該看滿快的吧 我好像是有大甲到這邊 沒有 沒有 我們要自我介紹一下 不好意思 我今天是從那個 台語課 逃課來這裡的 我抱著被那個台語老師 最大的風險 但我覺得 這個議題滿有趣的 我想要解 我是那個搭前電台的若文 好 謝謝 沒關係那個台語課 他們現在在上課 所以不會看直播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 我們今天的活動 然後交給蘇雅 然後我們開始今天晚上 謝謝